而在这一场宣服及所属机关的邀请机关联合运动大会上 公职人员进场展现了无限创意 包括了花莲吉祥物红面鸭、熊猫、台湾黑熊三太子都出现在队伍当中 更有许多队伍穿着族群的传统服饰吸引众人目光 110年花莲宣服及所属机关及邀请机关联合运动大会 27日热闹展开 运动大会进场创意竞赛部分展现各单位巧思 相当吸引目光 花莲邻居管理 花莲县警察局是稳定本线治安的一个力量 健康永续展现环保局各业无推 平文罪局长 花莲市可以在第一时间感知运火 发现火灾 告知民众豪生必耐 以保障生命传染安全 除了有族群传统服饰登场 也有用行动以及对呼 传达自己单位的服务内容和精神 另外像是花莲吉祥物红面鸭、熊猫、台湾黑熊 三太子、番翘宇等 也都出现在运动场上 而比赛上目包含传统拔河、大队接力、团结合作勇、征仙 急速狂飙、巧上飞、招财纳佛、银彩球等 各机关及局处也都发挥团队精神 竞逐总冠军 接着讲方言好联施报导